开学前整理课件的时候 偶然发现在硬盘角落沉睡的陈颂资料 那还是当初参加难民教师学习分享的资料 一晃几年过去 难民远去 而我跟着魏老师养成了喝咖啡的习惯 当初为什么没有在自己的班级中开展陈颂课们 盖音彼时还是班主任 立友不歹吧 今年我又回到七年级 搭班的两个班主任又非常香气 那还等什么 趁秋风一起读诗吧 第一首从立秋开始 而学生也是立足初中生活的开启 希望这首唐发曲歌词 能唤起他们对于岁月流失的感想 也许是刚刚相识 也许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孩子们能够熟练地背诵了 却也只是背诵 不急我们慢慢来 第二首恰好白露 于是布置了观察日记 这是一项挑战作业 就请那些最敏感的少年先行一步吧 闲居记朱棣秋草升平白露时 故员朱棣一相思 近日高斋无疑是 芭蕉夜上读题诗 当我们一起读诅维鹦物这首诗歌时 可能还不能理解诗人那淡淡的诗情 可能也不理解 为什么要在芭蕉夜上提诗 可是这不妨碍大家一起感受到 白露带来的季节变化 哦 从这天起 我们就真的与夏天挥别了 夏的燥热已被秋的凉意取代 而那芭蕉夜上的小小相思 也嵌入了心间 也许许多年后 也是这样一个露从金叶白的时候 一乡的孩子看到 芭蕉夜会面起金石 今日我们一起读诗的样子 这就够了 来看看我的大弟子们的 可爱的小医迹吧